这场57公斤级的对阵双方 分别是泰宣高手文俊成 和巴西柔术高手崔流才 这将是崔流才 继瑞武创始首场赛事 赋予阿一登居马一之后 首次重返瑞武八脚台 他向所有人保证 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文俊成也同样希望 向大家证明这一点 当然他更希望证明自己 能够获得瑞武八脚台的 首场胜利 在之前的两场艰苦比赛中 他都赋予了对手 这是两位在队伍比赛 前途不亮的优秀选手 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一看 是哪位选手首先出场 首先出场的是文俊成 我知道文俊成来自金晶K1 泰拳流出国际俱乐部 很年轻 脸上那个稚气 还是发在脸上的 对 好的 接下来的 我们的蓝方选手 是一位来自河南的 综合格斗新秀 瑞武战金零胜两步 身高170公分体重 来自天宁K1泰拳绕术 国际俱乐部的文俊成 好 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呢 我们看 首先戴着面具 好有性格的选手 崔流才 崔流才 戴着面具出场 是的 很会招引别人眼球的一个方式 他身比的是全天下的战绩 手上戴了一个白色面具 白色面具上的花纹应该是 倒不像是中国古典式的那种面具 花脸 倒不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面具 他是想在这之前 不让你看到我的庐山珍面目 等我摘掉面具的时候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还有歌星 谢谢大家 介绍一下我们的红帮选手 来自河南瑞物成绩营 凌胜一副 身高171公分 体重57公斤 他就是来自 北京全天下俱乐部的崔流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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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有请 好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开始了 那么崔流才 对阵这个文静 文静成 崔流才的发型比较独特 然后胸前呢 纹了一只蝎子 穿着黑色短裤 那么会不会用刚才那招 蝎子白尾吗 蝎子白尾 然后我们是美代 文静成蓝方选手 身穿红色泰拳短裤 然后从战力开始 文静成是个战力高手 练战力大概有六年了 崔流才应该是地面的 CDD典型的地面型选手 但是自权看起来点得不错 嗯 而且从这个架势来看 好像是走精杀 哦 边腿他遇到了文静 穿他脸上 但文静成不屑一顾 两名选手后来 对战力都蛮有信心的 过去了没 那都过去了 过去了 都紧 蝎子白尾 这个眼神里都透出一股杀气 是的 我们看到文静成是娃娃脸 刺气脸 对 面长得很孩子 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杀气也是外露啊 嗯 在场上一点不怯场 是的 所以 哦 这一拳打得比较重 不怕 过来吧 抱摔 抱摔了 抱摔抱着两条腿 到侧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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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典型的CTD式打法 下潜抱摔 哎 哎 我们看到文静成夹着对手的一只胳膊 是要做倒三角吧 没有做成 好像头也被夹着的 啊 没有做成 崔流柴的头 也被夹着的 带一下的手夹着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对 这时候就看怎么来 一个是怎么样摆脱现在的不利的困境 是 文静成双脚呢夹着崔流柴的一只胳膊 嗯 这个使对方非常难受 是的 他这个胳膊被夹着以后的想做的动作的很难 做不出来 OK 他把一根膝盖下进去 哦 要做的膝盖 要做猪根钩 没有做成 又要再次强着去做 崔流柴要做他对手的猪根钩 这个位置 我们看有没有 有一点 腰油 好像出来了 出来了 又把脚给过去了 这个 很不错 竟然出来就不要再往里面摔了 这个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方式 对 哦 又拿住了 又被拿住了 膝盖拽了出来 两个选手 吹流柴在上面 文静成 形成了一个刚才说的那种 Open Guard 开放式防守 一个开放式防守 再一个就是看看用不用那个蝎子摆尾 是的 好的 这个蹬这个吸关节还是有效 这个蹬吸关节很危险 我以前在训练的时候 被人蹬过几次 导致膝盖受伤很严重 文静成 从地面上去溜柴 几星 上一阶 又要去守 走住了 走住了 又要去守脚踝 又要守脚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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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静成很痛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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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静成很痛苦啊 排了 文静成排了 所以溜柴利用脚踝进 战胜了对手 文静成 好 脚踝也守得受伤 脚踝好像受得很严重的伤 站不起来了吗 速度非常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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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聪明 球球才打得很聪明 这个 脚踝锁锁锁锁得很棒 好像膝关节 膝关节 是膝关节吗 好像是膝关节 但是他做的动作应该是脚踝锁 有啊 我们来看一看 好像膝关节 好像是膝关节 好像有点错位了 我们这儿可以看到 刚才转的时候 膝盖刚才转的时候 背已经受伤了 接下来比赛 我们看到就是刚才 脚踝锁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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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非常可惜 太可惜了 非常可惜 我们的全部比赛在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是的 我们看到 所以刘才深批全球下战棋很兴奋的站在那里 今天的三场比赛他们已经赢了两场 表情凶悍 牙套好红色的 不错 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全天下的运动员都用了自己最擅长的地面技术 而且呢 所以我们看到 文俊成应该伤得蛮严重的膝盖 对 在不断地在抢救治愈住他的膝盖吗 我们用了一些喷雾剂 就是冷却剂 冷却剂 这种呢 就先让它不要扩 要停止血液的继续扩散 扩散 然后还能起到震痛的作用 是 害怕的继续肿起来 对 现在可能第一看了一下 可能是颈骨有问题了 具体是哪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看 是肌肉切伤吗 肌肉拉伤 还是膝盖 应该是肌肉韧带这一块 撕裂了 撕裂了 有可能是撕裂 医生建议先别动 能不能站起来 能不能站起来 要抬起来 要抬起来 很 受伤的很严重 应该撕裂很严重 这个 是我目前见到伤的比较严重的一场比赛 我们股长应该 我们看下结果 好的 看下结果 我们本场比赛的结果是我们的 红方选手崔刘才智福获胜 起来 希望拜托 我们下地点看 有点不切 我们下地点看 那么多 有点不错 你 我们下地点看